好熟悉的臉孔 你們是否一起說呢?還是我先說一說呢? 小聲夠了,兩個在這裡 全香港只有一個電視台嗎?沒有別的嗎? 那我就少你了,你有什麼看? 我先開機,你開吧 大家好,我是艾瑞,歡迎來到feverSound.com 今天說的是M&K這套最新的5.1喇叭 開箱之前,又要提醒大家 如果想接收最新的影音資訊、產品評測 以及影音教學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feverSound.com 記得訂閱我們feverSound.com的YouTube頻道和IG 我第一次接觸的高級Surround系統 都是M&K的產品 這次來到我們的公司,又重回M&K的體驗 事不宜遲,可以看看裡面如何 一來,有個喇叭看看 fficial Slack wars 1,2,3,4,5 K40T,寫著是斗的 杜金的摺柱 兩款 canceled Saurana 左中右新製作一款很薄 更新? 对呀,今次的這種攝影系列 主要 K50就是左中右的喇叭 单元配置是如何? 标志也有转 M&K 简化了 但真的很薄 超低音 重也不太重 这个冷车不是我的 米落的 超低音的型号是V8 应该是8吋 我什么都齐了 Cossova、Phase、Valiop 全部都可以独立选 亦有一个进入、一个output 以及电源线 这是风箱 很有趣,它真的很像S150 我觉得它很像S150的尺寸 好,这个 哇,太棒了 今天我和大家介绍一下M&K Sound Movie 5.1 系统 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 很多年之前,他们都有一套很小的系统 叫做MP-6 是一套色仔的喇叭 但色仔喇叭始终有物理的局限 所以真的要有一套比较理想像样的音响系统 5.1 的话 就真的要有差不多的尺寸 以及二路的设计 这套Movie 5.1 就是这套系统 它是可以应付到一般家居 开大声 因为Mk 并不是一般普通的5.1 这么简单 它是可以比起一般同样尺寸的喇叭 可以做得更加大的音压 更加大的音压之下是不失真的 但它依然保持到一个很小的箱体 今次的Movie 5.1 仍然很小 我觉得这个尺寸,就算是一个纳米厅 也没问题,可以放下 而且在我们试音室这么大的地方 也够声 当然试音室的地方会大一点 正常应该是用我们的普通设计 那一套就会好很多 但5.1 也够声 其实也挺惊喜的 也是Mk 这么多年的主力 因为Mk 大家都知道喇叭不是卖样的 它是卖声的 好,我们来看看K50 K50 一个很小的箱里面 其实是二路二单 原密封箱 Single wire 设计 安装非常容易可以挂墙 评论响应,因为箱子比较小 一个一吋的半球低斯摩高音 还有一个四吋的中低音 频率响应是100Hz 至20kHz 所以如果大家在AVM 设计时 存在调AVM 设计 亦可以人手调调 大概是100周就会弄了 同系的超低音 V8 8 吋有缘超低音 当然大家也看到它是去到60kHz 就会停 但是一般家居来说 但是一般家居来说 它是做到这么小的 目标是希望给到一个量够 不会太夸张 而质素是相当高的一个超低音 因为如果其他厂 老费也做个低音发射给它 那它的量就会更多 但是质素相对上就不够 Mk 的密封箱这么快 另外这个上班的喇叭K40T 是一个Tri-Pole的喇叭 Tri-Pole的喇叭也是Mk 自家的专利技术 Tri-Pole的喇叭一定要分清楚左右 因为它们的声音会三向分 0度、90度和180度 目的就是希望这个声音 是做到Ping Point 之外 亦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包围感 即使到今时今日的3D Audio 其实这种喇叭 在一些喇叭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之下 依然有一个非常讨好的表现 这部Movie 5.1 其实我们试了很久 亦用一些不算太贵 就是跟它差不多Gray的确音机来对推 发觉相当之夹的声音 听音方面如何呢 我会交给艾域跟大家讲解一下 现在讲解一下Mk 这一套5.1 系统 声音表现如何呢 其实听了不少气 效果真的以它这么小的喇叭来说是挺好的 疑香、定位和微动态 整体表现其实挺平均和真的不错的 喇叭不会很单点地出现 但也不会失去细节的分明度 整体拿捏的平衡其实真的做得不错的 之后Mk 大家亦预计 它应该可以播出一些挺好的大动态片段 在这一套系统也延续着品牌的传统 很浪费的东西是应付到不会有拍边 也不会有拆声的问题 从这么小的喇叭、这么薄的喇叭来说 已经交足功课有得了 但如果你是真的有新机落地 我建议大家这套喇叭一定要熬 由刚开箱的一天马上听到之后 完结后听 其实声音表现的差距也挺大 新开箱时高音会有点尖 但煲完之后,整个状态就正常了 真的能听 但超低音方面,始终它是比较小 在我们的试机房里,其实真的有点吃力 但我自己觉得这些5.1系统 都是用一些比较适合香港的居住环境使用的系统 从家来说, 绝对应付有余 但对比之前我印象中的MK 我自己觉得这8吋的超低音相对没那么霸道 是修炼少许、平均少许 其实整个声音取向比较与时并进 因为以前低音大家追求量感要很澎湃 但现在大家在超低音的表现上 会追求多些下潜、细节的层次变化 这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超低音的取向 这套MK系统 比起一般超低音听出来的细节都会更精彩 以及分析力都比较高 整体来说就是这样 这次M&K这套5.1 系统的评测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拍片的朋友给点赞 订阅频道可以按订阅 按订阅后按右边的小铃铛 我们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这次是一套我自己觉得相对比较容易入屋的M&K系统 之后我们应该会有些Surround的系统 再有评测送给大家 如果喜欢的朋友记得继续密切留意 今天说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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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